大家好 我是頭龜 我們今天要講一個震驚了整個英國社會的犯人 他犯下的罪行最初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 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裡 他連續謀害了兩名年輕的女子 最後在DNA技術的幫助下 令這件案件在33年後獲得突破性的發展 而當警方逮捕這名兇手後 警方按照慣例仔細搜查他的住所 然而警方在住所裡所發現的證據 令他們大吃一驚 無骨悚然 警方在一瞬間意識到 他們大大低估了眼前這位兇手的殘忍以及無恥 而這名兇手犯下的罪行 也勢必令他成為英國歷史上最臭名軟薄的犯人之一 我們今天所說的案件發生在1987年的小城市 威爾斯 她位於英國的東南部 人口大約有6萬左右 當時25歲的女孩子溫迪就是生活在這裏 當時的溫迪大約在兩年前 經歷了一場不愉快的婚姻 她在1985年時搬來這小城鎮 然後租住了一間單身公寓 準備在這小城鎮開始新的人生 溫迪在城市裏的一間影相公司找到一份工作 勤奮熱情的她很快又得到老闆的賞識 不久又升任為店舖經理 事業有成的她感情的路也越走越順 溫迪的爸爸比爾 在當地的公共汽車公司上班 機緣巧合之下 溫迪認識了自己爸爸公司裏一名員工 一個名叫伊恩的男孩子 兩個人情投意合很快就開始約會 時間來到1987年的6月21日 溫迪和她的男朋友伊恩在商量旅遊計劃 考慮到6月23日是溫迪爸爸的生日 於是兩個人打算過完生日後 就一起去巴黎度假 並且在度假的時候定婚 但當時這對情侶沒有想到的是 年僅25歲的溫迪未能等到自己爸爸生日的那一天 在1987年的6月22日晚上11點左右 伊恩握著電單車送女朋友溫迪回到她的單身公寓 由於伊恩的工作需要第二天很早起床 所以她就和往常一樣 並沒有在溫迪的公寓留宿 時間到了第二天的早上9點左右 溫迪的公司一位女員工打電話去到溫迪的媽媽家 詢問她的媽媽溫迪是不是在家 是不是睡過了 這位女員工表示 作為經理的溫迪並沒有按時來到店鋪開門 所以大家都站在門口等待 溫迪的媽媽聽到之後 立即聯絡了丈夫和溫迪的男朋友伊恩 聽到消息的伊恩立刻趕去溫迪的住所 伊恩在門口敲了很久門都沒有人回應 隨後伊恩走到公寓的後門 隔著窗戶望入屋裡 竟然看到自己的女朋友溫迪 躺在床上身體佈滿紅色的液體 伊恩通過一線沒有鎖上的窗戶爬進去 她發現女朋友全身赤裸 躺在床上身體蓋著一張被子 早就已經無了呼吸 警方趕到來現場後 發現溫迪的頭部遭受重擊 頸上有蠟痕 而且被兇手侵犯過 而公寓的門鎖並沒有被破壞 也沒有暴力闖入的跡象 但考慮到房間裡有一線槍並沒有上鎖 所以警方認為 兇手很有可能是通過爬槍進入 另外案發現場並沒有發現搏鬥的跡象 警方認為兇手很有可能是提前埋伏在房間裡 然後突然向溫迪發起攻擊 造成她根本沒有還手的機會 鑑證人員在溫迪上面提取到兇手的體役 亦都在溫迪的隨身背囊上拿到兇手的指紋 亦都在溫迪的一條白色睡褲上提取到一個鞋印 經過對比 這個鞋印並不屬於溫迪 以及任何一個溫迪的親人或朋友 所以應該是來自兇手 而這個鞋印的紋路非常特別 監察人員通過仔細分析後認為 這個鞋印是來自奇諾品牌的一款運動鞋 但是奇諾品牌在英國非常受歡迎 穿的人實在太多 所以鞋印的線索也沒有起太大的作用 要知道當時案發的年代是80年代 當時的偵察技術並不完善 儘管有了兇手的指紋和體液 但是警方根本沒有足夠龐大的數據庫 以及DNA的技術 所以根本沒有辦法找到匹配的嫌疑人 而幸運的是當時的檢察人員 很完整地保留了證據 而這樣亦都為之後的破案奠定了基礎 我們現在回到溫迪的案件裡面 令警方感到不安的是 溫迪家裡幾條鑰匙 以及她的日記消失無蹤 警方懷疑是兇手帶走作為紀念品 而基本上會這樣做的兇手 很有可能是會再次作案 果然在五個月之後 警方最擔心的事情亦發生了 當時20歲的嘉露蓮 是當地一間漢堡包餐廳的經理 1987年11月24日的晚上午夜時分 嘉露蓮乘搭計程車 回到自己的單身公寓 她和溫迪的案件很相似 第二天的早上 嘉露蓮也沒有按時出現在上班的地方 報警之後 警方搜索了嘉露蓮的家 發現裡面空無一人 不像是有人回過來的狀態 而通過走訪周圍的鄰居 警方知道案發的時間段裡面 有好幾個鄰居 都聽到好幾聲女人的叫聲 不過當鄰居們打開窗戶望過去的時候 在漆黑的夜晚裡面 他們什麼都見不到 嘉露蓮失蹤的三個星期之後 有一位農夫報警表示說 在路邊的水渠裡發現到已經沒有生命體徵的嘉露蓮 當警方趕到來之後 發現到嘉露蓮的情況和溫迪很相似 同樣是頭部遭受重擊之後被人辣頸 而且也曾經被人侵犯過 而嘉露蓮隨身帶著的鎖匙 以及上身衣物也消失無蹤 嘉露蓮所住的單身公寓的位置 距離溫迪的公寓也只是不到一英里的距離 結合兩個案件現場的狀況 警方認為兇手熟悉當地的街區 或者是一早已經見過兩名受害者 案發的時候兇手暗地裡躲藏 等到嘉露蓮一下車 還沒回到自己家的時候 就突然展開襲擊 考慮到兩件案件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 警方認為兇手應該是同一個人 通過走訪周圍的鄰居 有目擊者表示 在案發之前的幾個月 附近的街區就發現了好幾宗女性被偷窺的案件 案發的一個月之前 嘉露蓮以及幾個鄰居都發現自己被人偷窺 考慮到自身安全問題在出事之前的幾個星期 嘉露蓮還特意更換了自己的所有門鎖 然而這一切依然都不能阻止兇手的行為 連續的兩件案件 令到本來平靜的小城鎮陷入了恐慌 報紙上每天都寫著 單身公寓連環案件的跟蹤報導 而警方也加強了巡邏 同時警方也警告大家 在晚上之後不要獨自一個人回家 警方為了要征破這件案件 付出了極大的努力 為了追蹤可能的線索 警方甚至飛到澳洲以及加拿大 而且有好幾次在BBC的節目裡面 呼籲大眾提供線索 從而提升案件的關注程度 然而時間一年一年過去 案件的調查始終都沒有進展 2008年 警方再次成立專案小組 跟進這件案件 2012年 在案件變成專案的第25個年頭 警方對外公佈了他們最新的進展 通過最新的DNA技術 他們已經建立了兇手的完整DNA檔案 但檔案和警方的數據附去比對 依然都沒有發現任何的匹配 在5年之後 即是2017年 溫迪的爸爸比爾 因為罹患癌病離世 而他表示自己最大的遺憾 就是未能看到女兒的兇手被承治癒法 一轉眼間 時間來到2020年 這時候 兩件案件已經過去了整整33年 而在這一年裡面 最新的DNA技術 令案件看到曙光 警方的數據人員通過部分的DNA匹配技術 在數據庫裡發現一名犯人的部分DNA 和案件當年的DNA吻合 這樣就表明到 這位犯人雖然不是兇手 但很有可能他的親戚 或者家人是兇手 在警方秘密追蹤 以及分析了他90名親屬之後 終於鎖定到他們虎虎追尋了33年的嫌疑人大衛 大衛出生於1954年 他在16歲的時候就已經絕學 轉而做了電工學徒 在1972年 大衛和自己的第一任妻子吉爾結婚 兩個人亦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 而當時大衛夫婦所住的地方 正好就是位於第一個受害者溫迪所在的街道 大衛的第一段婚姻持續了10年 而分手的原因大致上有兩個 第一 在婚姻期間 大衛因為多次偷窺以及盜竊而被拘捕 第二 妻子吉爾因為驗斷了自己做小偷的丈夫 於是婚內出軌 送了一頂綠帽給大衛 儘管有犯罪記錄 但是離婚之後的大衛 都是在醫院裡找到一份電工的工作 1983年大衛再次結婚 她的第二任妻子沙利是小學女生宿舍的管理員 由於學校可以提供免費的員工宿舍 大衛隨後和沙利搬入了小學的宿舍入住 在外人的眼裡 大衛是一個安靜和善的人 很喜歡運動 她加入了當地的單車俱樂部 經常都會和妻子沙利一起參加各種單車活動 沙利基於宿舍管理員的身份 所以晚上經常都需要工作 留下大衛獨自一個人在宿舍 這樣給大衛充分的作案時間 而巧合的是幾年後 沙利愛上單車俱樂部的另一位男子 兩個人一起再次為大衛戴上一頂綠帽 離婚後的大衛在2000年 和自己的第三任妻子瑪拉結婚 婚後兩人擁有一個小男孩 雖然在外人看來 大衛就是一個在醫院上班的普通電工 但在警方眼裡 大衛是一隻披著羊皮的狼 掌握了DNA證據的警方 最終在2020年12月3日凌晨5點多 突擊大衛的住所 儘管大衛否認自己 和單身公寓連環案件有任何關聯 但通過搜查大衛的住所 警方發現大衛的一張照片裡 大衛穿著一對其樂品牌的運動鞋 鞋底的紋路 和案發現場發現的非常吻合 而在大衛的日記裡 也發現他去過第二個受害者 加勒連工作的漢堡包餐廳 而之後加勒連被發現的地點 也屬於大衛在單車俱樂部的經常路線之一 警方採集了大衛的DNA經過比對 毫不意外地和案件現場的DNA完全吻合 來到這裡 警方的這一場經歷33年的追蹤之路完美收場 然而真正的故事其實剛剛才開始 因為通過仔細搜查大衛的住所 警方有了驚人的發現 在出動了100名警方搜查整間房市後 警方搜出100個電腦硬盤 2,200張瓷碟 30張儲存卡 1,300張DVD 3萬4千張打印出來的照片 所有的儲存設備裡大約有400萬個視頻 1,400萬張圖片 儲存容量達到2,300GB 由這些大量的視頻和照片裡 警方發現到一個難以置信的事實 由2008年開始 去到大衛被拘捕的2020年 在這12年的時間裡 在醫院工作的大衛 利用自己電工的身份多次出入太平間 並且拍下了自己 侵犯眾多已經離世的女性的視頻 而更加誇張的是大衛用自己的筆記本 詳細記錄了其中一些受害者的名字 事後更加是在網絡上搜索這些受害者的照片 並且將這些照片整理、歸類 儲存在電腦裡 能夠確認到的受害者已經達到一百幾十人 年齡最小的只有9歲 最大的有100歲 這件事件曝光之後 在全英國引起了軒然大波 憤怒的民眾 尤其是受害者家屬們集體發聲 要求醫院去解釋 為什麼一個電工 竟然可以在十多年的時間裡 犯下這麼多罪行 而醫院方面竟然是一直都沒有發現到 在巨大的壓力之下 英國安全部長表示會成立獨立的調查小組 深入調查醫療系統內部的漏洞 經過仔細的調查 警方以及安全部門的調查小組 摸清大衛的作案手法 原來在醫院的太平間裡 有一個呈現長方形的走廊 上面擺放著醫院用來保存去世病人的冰櫃 而這種冰櫃是兩邊開口的設計 冰櫃的左邊就是接收的區域 而冰櫃的右邊就是發衣的檢測區域 圍體會由左邊的接收區域放入冰櫃 而發衣就可以直接在冰櫃的右邊取出 隨後可以進行發衣的檢測 但考慮到私隱的問題 在冰櫃左邊的接收區有三個攝錄鏡頭 而右邊的發衣檢測區就沒有放置任何監控錄像 右邊的發衣檢測區連接著員工室和雜物房 而作為醫院內的資深員工 大衛擁有一張可以進入員工室和雜物房的通行卡 作為電工的大衛 也有很多正常理由進入這兩間房間 例如是檢查電路、檢查冰箱的溫度等等 所以即使有人看到大衛在附近出現 醫院的工作人員也沒有覺得有任何奇怪 而假惑的大衛早就已經知道其他工作人員的時間 大部分的工作人員由早上8點到下午4點 而大衛自己的工作時間就是由上午11點到晚上的7點 他正正就是利用4點到7點這三個小時內不斷犯下惡行 由2008年到2020年這12年的時間內 大衛先後在兩間醫院工作 而兩間醫院的拍卡記錄顯示到 大衛拍卡的次數總共達到數千次 由此警方懷疑 雖然大衛拍下了100多位受害者的視頻 但其實真正的受害者數字可能數以千計 時間到了2021年11月5日 在開庭的一個月前 大衛終於改變了口供 承認自己犯下的罪行 2021年12月15日 法官宣判大衛兩個一級謀害罪名成立 以及猥蝕罪名成立 判處兩個無期徒刑 以及12年的有期徒刑 當時已經67歲的大衛 看來已經沒有活著走出監獄的可能性 隨著大衛的判刑 這件案件正式結束 他的惡行令人覺得他連畜生都不如 如果不是警方在2020年的時候拘捕到他 真不知道他還會繼續殘害到多少無辜的人 不過其實早在2015年 也是他被拘捕的5年前 醫院又曾經要求所有員工 必須進行犯罪記錄檢查 但是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 大衛竟然成功通過 12年的時間 在兩間醫院裡面 記錄顯示到大衛進入員工室以及雜物房 拍卡的次數達到幾千次 很明顯是一個不合理的數字 但是就沒有引起醫院的注意 而如果醫院這一邊可以更完善自己的保安系統 或者大衛就不能夠那麼容易落手 今天的案件來到這裡結束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頭盔的頻道 大家只需要動一動手按個讚好 以及在下面的留言打上一句鼓勵說話 或者一個表情符號 已經能夠幫助到頭盔影片的推送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的留言說下你們的意見 以及你們想聽什麼的案件 也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寫出來 多謝大家的收聽 我是頭盔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